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雨 这是我们还中国行的第17天 我们现在在彰夜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我们准备坐公交车出去逛一逛 这个非常漂亮的城市 就是这个了 五路公交车 那我们现在就上车 上车前要戴好口罩 现在公共防御还是比较重要的 汽车开动都没有什么人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城市挺不错的 绿化很好 阳光也很好 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一座城市 我身后就是张叶的中古楼 又称镇源楼 是河西走廊现存最大的古楼 有五百多年历史 这中古楼还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这里看一下是关了的 进去不了 然后上楼是从这里 但是是锁了的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 进去不了 从这里看一下吧 哇 湖山一览 正远楼 哇 今天运气好好 居然见到了蓝的一间的日运 就在这中古楼的脚下 我现在在张叶大佛寺 它是丝绸之路上唯一保留下来的西夏国寺 有一座最大的室内睡佛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这里有一个大佛寺的全景导览图 我们现在在正大门 进了正大门之后我们会穿过大佛寺 参观艺术厅 然后到达土塔 最后到山西会馆 那么我们就走吧 进了正大门就是牌楼 然后左边是中楼 右边是古楼 牌楼上面还写着一个佛法无边 前面就是大佛殿 这个寺庙有900多年历史 你看非常非常的古老 它看上去和其他景区的还不太一样 原色 你看那些门都是非常的古老的 这里有一个扁 无上正绝 这个门是没有上过色的 你看这门板上有一只凤凰 非常的漂亮 虽然已经掉色了 但是还是看得出是那个年代的东西 从大佛殿出来我们去往下一个展厅艺术馆 艺术馆有一个牌匾叫法宝夫传 什么意思啊 就是修复传播的意思吗 那进去看看 这里还有一个无上正绝的扁 和进门的那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是正品 进门那个是房品 这里有一个说佛的制造方法 先把架子打好 然后附上仪 最后上色 你看这就是小的说佛的成品 从艺术陈列厅出来 我们来到了我们身后的藏经阁 班若藏海 就是藏经的意思 对吧 佛教荆棘陈列 很多呀 七千多卷 哇 这些都是哦 西夏文明的东西 从藏经阁出来 在我们眼前的就是土塔 明代时候建的 有三十多米 非常的特别 你看这个建筑特色 到饭点呢 这里有一个甘州巷子 我们准备去找点好吃的 甘州就是张艺的古称 看一下有些什么嘛 哦 这里面还比较多哦 这里面是吃什么的 茶楼吗 哦 这里面是一个大的 大的堂式的那种 然后很多家 你可以选嘛 看一下嘛 哦 哎 感觉有十月 这种是好吃的 干锅 这是吃干锅的 还有麻辣烫 波波鱼 哇 石锅 肥肠 哇 这种可以啊 吃这个吧 这吃面还吃饭的地方啊 是面吗 面是吗 对 哦 没有米饭吗 哦 我们找一下米饭 在这里寻觅一个饭 米饭 包仔猪蹄饭 包仔红烧肉饭 它可以可以排骨饭 要一个什么 我要一个排骨饭吧 我的排骨饭就到了 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那我就开动了 哇 还送了一个果汁 不错 开动 开动 嗯 酱香味的 这个味道比较特别啊 以前我没吃到过这种味道的 有一点带卤味 但是和我们那边的卤味 又不差一样 哦 它下面配了好多菜的 这全部都是菜 还有豆芽 哇 这些配菜是不错的 还有蔬菜 这个排骨是很好吃 很好吃 蔬菜每天不能够停 我以前不太爱吃蔬菜的 但是现在越来越爱吃蔬菜了 肉肯定是不能少 每一顿都要吃肉 但是还是要搭配酥蒜 刚刚吃了饭买了一个 张叶当地的杏皮茶 来看一下 是酸酸的 有点甜 杏皮的味道非常的重 超级好喝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鸡公开胃单 然后对水泡出来的味道 但是这个更浓郁 再来一口 very good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